大家好 我是在地新聞 繼續來看有一個大學生 在金門要把機車駕回高雄 才去才剛才走而已 中島就收到派小學 說這個機車送到艱航的時候 讓豬骨骨抬海去 這時候要叫吃來賠 這個土文公司跟會文公司 都叫他自己去找 航文公司來賠上 大學生是通罵這三間公司 好想來賠這個人 機車土文比送到艱航 等到前面再去高雄 想不到一台豬駕駕駛的時候 沒看到這台機車駕駛下去 車駕駛駛 我會去好好一台機車 還料了 本來要為金門 駕駛去高雄的愛車 不曾出港就夠賣去了 車主到現場找不住 美工 土文 會文 航文 都在台下這個人 這三方的處理態度 讓我覺得非常的心寒 因為三家都不是小公司 我今天把車子托付給你們 請你們把我的車 托往台灣本道 結果在路上發生這樣子的意外 卻沒有人第一時間跳出來 跟我討論怎麼賠償 看到我自己的車子變成那樣 會讓我感到真的很錯愕 就是一台好好的車交給你們 結果你們把他造成這樣 車主廣告現場報警處理 不過這邊怎麼賠償 三家公司到底要找哪一間 不是 家宜跟我們公司騎 不是那個造勢的人跟那個車主騎 想順通應公司這邊 我們也會進行代位求償的部分 會把客人該有的權益 我們不會讓他受損 愛車討論已經開掉了 不可以比賽 請問說趕快有人出面來賠償 哈囉 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 GC snrаться一年 平靜黃 mínimo 假誤 Rabb論啦